哈囉大家好我是BBC 歡迎回來董字打字三分鐘 帶你董字來跟風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聊一聊一個 事情叫做網購 也就是跟Wi-Fi 洋芋片 炸雞還有貓咪的影片一起名列 21世紀版本 人類基本需求的事情 更過分的是 現在不只是電商這樣玩 連JustFund都要趁這個時候 發動金軒字形的現實特價 大人的世界真的好恐怖啊 雖然這可能會跟有些人的錢包過不去 但打折一定要有一個好理由 這次的好理由就是 金軒全系列終於 終於在今年完成了 不瞞大家 兩年前 金軒字形就已經完成了 去年 金軒字形又再度完成了 今年 金軒字形終於 你到底要完成幾遍 那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金軒字形要做這麼久的時間呢 我今天邀請到一位 重量級的嘉賓來跟我們解答 他就是 英姿煞爽的 活潑可愛的 同時也一直在做字的 JustFund字形設計總監 霞姐 我們歡迎霞姐 嗨大家好 我是林霞 所以霞姐你先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金軒要做三年 可以啊 因為一套字 三萬個字嘛 所以一個字一個字來 半堂一年 微堂一年 全堂又是一年 所以我的人生就是花在這上面 那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的人生不做字的話 你要去做什麼 出國玩啊 OK 等一下 有些朋友可能會以為 字體變粗變細是一個特效 好像變模式一樣 按一個按鈕就會加出來 但是實際上的情況不是這樣吧 霞姐 當然囉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公司每一年就去認識完就好了 所以其實就像BBC講的 出戲變化不是特效 如果你真的是用電腦去做特效的話 會很壞 所以我們的做法是出戲 是不一樣的 所以必須要整個從來 你覺得齁 這樣子算不算是一個自行設計師的一個強迫症 我認為強迫症是因為故意每一餐都要去 不吃澱粉啊 不喝含糖的飲料啊 然後不吃炸體 OK 還有一定要喝冰的熱的冰拿鐵 然後還有 這瓶奶茶不要加增添 對啊 所以同樣的在字面框裡面 我們用不同的那個筆來書寫的話 比方說0.3的 然後還有0.5的 然後還有麥克 粗的麥克筆來書寫 寫起來的感覺就會不一樣 這跟做字道理其實是一樣的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每一次你們做新的事情 幾乎就是重新要來過這樣子 嗯 當然 從從頭來過的話也不能可以隨心所欲 不能亂來嘛 所以每個家族必須要有一致 OK OK 不然就會像台灣的八點檔一樣 不知道小孩是哪一房生的 這個比例還不錯 但是 一個家族還是要有一個特徵 要有一個 就是比較像一家人嘛 對對對 所以比方說他的勾筆要上揚的角度啦 還有轉折的造型啦 還有曲線的軟硬度 這個都要花很長的時間 然後一筆一筆去把它統一 很多細節喔 對 可是蘭蘭一個字一個字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你一天進公司大概都在做什麼事情 喔好啊 就是比方說我早上 9點到10點進公司嘛 然後10點到11點我可能去調一個部件 比方說人字的部首 人部的字 對然後到了中午的話 11點到12點我可能調水部的那個部件 另外一個部件 對然後中午的時候 我會休息一下 我去做瑜伽啊 去吃個飯 運動很重要 運動對 吃完飯回來的時候 我會跟設計師討論 等一下 好聽聽聽 我不曉得設計師還要討論 所以你們自行設計師開會的這個主題到底是什麼 因為自行設計是一個團隊合作 所以大家各自要負責的字 所以每個人對字的美感又有不同 例如說今天我們的要求 你這一個曲線需要硬挺一點 到底是什麼意思 喔對這個我有聽說過 比如說他們還會講 這裡不要駝背 那也不要站好 但是太年少輕狂 對 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是在罵國中誰 對誰聽得懂 所以我們會常常開會來協調 一個字一個字看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對 很執著 很執著 這這個是一個不足為萬元道的堅持 謝謝 沒錯沒錯 而且我補充一件事情 我們的設計師做完了半堂之後 經萱半堂之後 馬上接著就是要去做為 然後接著再做全堂 對 對 所以這當中其實我們在有一個 學習的曲線在 對 他們要做完一點之後 好不容易習慣了一個字體的特性 但是馬上就要切換到下一個思考的模式 我覺得 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就好像是你心裡面還在想著 上一個人的時候呢 你還要說服現在這個人不一樣 其實這樣的感覺 這種感覺就像什麼 就被愛沖昏了頭的感覺 OK 所以霞姐最後我想問 身為自行設計師 什麼時候你最開心 那什麼時候你最難過 你先從最難過的開始講好了 好啊難過的地方就是說 大家通常會忽略的對自行的那種設計成果 那他們都認為說這是理所當然的 那其實你覺得理所當然的東西 是背後我們一次又一次的去調出來的 沒錯 這個過程其實會撞牆 那覺得有些時候是達不到我自己所要求的效果 嗯 這是一個撞牆 撞牆的地方 我懂了我懂了 那開心的時候呢 開心的時候就是 你走在路上 在一個不經意的時候 你在轉角 然後看到自己設計的字 然後成為街道風景 然後會 這就是很開心嗎 那但是我通常我會停下來 稍微看一下 如果那個效果是很完美的呈現出來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先前的撞牆就沒關係 非常棒 那我們給追求極致的職人精神一個掌聲 再一次 職人精神一個掌聲 讚讚讚讚讚